作为新手的话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滑汗雪需要哪些装备 它跟真雪有什么区别呢 滑汗雪它的器材和真雪是一样的 我们一般穿的就是一双滑雪鞋 一副滑雪板 然后一个头盔 还有护具 护具就是一个护肘和护膝 这样 好 这样穿上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体验我们汗雪了 那我们滑汗雪的话 跟滑蒸雪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它用的器材和技术是完全一样的 等于说你学会了滑汗雪 就学会了滑蒸雪 一样的 那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汗雪的话 我们在这边分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边看到 很少有摔跤的那种概念 因为是我们把那个 有效的初学的小白 第一次来体验的 我们专门分配的一个区域 就是零基础的区域 好 在那个区域是我们尖峰汗雪 一个独创的 在全球来说是一个发明 好 他就是 准备了有几条长板凳 相当于准备了几条长板凳的形式 那么我们划初学者 骑在那个板凳上面滑 好 他如果摔就直接坐 坐在板凳上 然后他从那儿 学会滑行 学会刹车 之后才能到这边出击道 然后那边高级道 甚至中级道 高级道 甚至更高级别的就慢慢就过去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很少有摔跤的这种出现 我们看到这个滑雪 这个汗雪坛感觉还是挺安全 而且挺软的 也不会有什么受伤的 对 这个汗雪坛的话 我们是使用这个汗雪的话 它是一个 以工程塑料作为摩擦的介质 为了让它减小对滑雪者的伤害 还有让它的润滑性更好 现在我们把那个表面 那个组成一个球体 大家看来一根一根的像个火柴头 但是一处处的就像个金针菇 我们称它为金针菇汗雪 因此在这上面出现了摔倒这些过程 它就会很大程度的保护我们滑雪仔的安全 我们滑雪的话 首先要掌握好滑雪的姿态 因为在下滑的过程当中 一旦我们落到斜坡上面了之后 给我们提供下滑动力的是地球的吸引力 好 正在斜坡那边 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圆着这个斜坡不断在前进 身体在前进 我们就必须做好滑雪的姿态 让自己的身体跟随这板子移动 这样你的重心才不会丢失 好 正确的姿态是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把整个身体放轻松 好 把膝关节弯曲 让小腿轻轻地靠在这个斜坡上面 找到这个感觉 感觉到没有 小腿靠在这个斜坡上面 好 然后这是第一个要点 因为现在你的鞋是已经固定在血板上了 那么板子走就会首先带动鞋走 腿贴着它了之后 我们身体才会第一时间跟上板子移动 重心才不会丢 好 这是第一个 腿靠鞋 第二个呢 在前进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把肩膀稳定在膝盖的上方 并且稳定住它 好 让肩和膝盖的连线 至始至终要垂直于滑雪板 好 在平底上是 鞋面上仍然是这样 好 这就是固定肩 第三个要点就是眼睛看前方 眼望前 好 看 腿靠鞋 肩固定 对 眼望前 就是保持这样一个姿态 好 好 我有点感觉了 好 保持这个姿态 那么前进 前进的时候 由于重力加速的影响 它会越来越快 滑雪当中它的减速刹车 就是需要我们人为的控制血板 把它变成一个 瑞巴子 在滑雪当中这个叫梨式 就像牛跟田用的那个梨 好 变成那个形状 好 这个两个血板形成瑞巴子 这个夹角越大 它前进的时候产生的阻力 摩擦力也就越大 好 所以说它就用这个动作就能实现慢 好 这个摩擦力和动力 要和摩擦力和动力相等了以后 达到平衡它才会停下来 好 保持匀速或者是静止的状态 它才会杀住车 停得下来 停不下来 就看我们摩擦力够不够 角度大够不够 好 好 滑行 好 点速打开 一边打开一边向中心 一边打开一边七层丹田 慢慢的 好 这个动作一定慢 好 好 不是并腿 所以登开前后跟往外登 好 就这样 先是蒸到它的夹角 然后先蒸到夹角 一边向中心 好 再来 向中心 OK 好 好 越来越娴熟 我好紧张 好 好 这是两层 越来越紧张现在 哦 很好 对对对 别慌 不要慌 下下来 下下来 这就是 好 停一个 哎 OK OK 好 我的汗都出来了 这个是紧张 正常 好 好 正常 好 然后我的夹角是不是有点小 站起来 好 OK 我看这小朋友的花都挺好的 哎 我有点感觉了 哎 轻啊 好 这两秒就这么容易 对对对 还是好紧张 啊 再来一下 两个膝盖不是靠着你 靠着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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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一抬手你重心就 对对对有一点 你扭它 好 好 我试着快滑一下 哦 终于到下面了 很棒 那我们做到 我记得可以了啊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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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教练 好好好